好了,既然想要了解规则的话,那现在就把你们构筑的套牌拿出来吧 构筑的套牌? 就是能够达成出战要求的基础套牌 看你们的表情 喂,你们不会两手空空的就来学习七圣召唤了吧 对啊,实用套牌,快把实用套牌拿出来吧 没有那样的东西啦 我想想,学习基础规则至少得有两张可供切换的角色牌才行 哦,对了,前几天打烊以后才发现 有位客人把几张角色牌留在了吧台上 不如就暂时借给你们吧 这样可以吗 都好几天了他也不来认领 不过,说不定是那个人故意留在这里的 啊,我,我随身携带这些卡牌 也只是为了客人来认领的时候能够随时拿出来 才不是因为喜欢玩牌 好啦,这样我们就有两张角色牌了 可以开始学习规则了吧 对,怎么样,要现在就开始学规则吗 好,那就开始了 虽然感觉还有很多细节有待掌握 但是,大致的规则已经差不多清楚了 确实是很详细的介绍 没想到盛名在外的猫尾酒馆调酒师 还有这样的才能 哇,你,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 在迪安娜小姐刚才投入的进行讲解的时候 希望没有打扰到诸位的兴致 甚至都没听见是什么时候靠近的 哇,为什么你这家伙会出现在这儿啊 猫尾酒馆也是蒙德酒业的一部分 与酒庄自然也有一些合作关系 今天过来,本来是有一些事物与玛格丽特小姐商谈 她现在不在酒馆里 如果你想找到她,就快点出去吧 无妨 要谈的事并不怎么紧急 事实上,我现在更在意的 是你们在指导队局里使用的这张卡牌 等等,这张牌 是迪卢克的这张角色牌呢 虽然对七声召唤已经有所涉猎 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牌 这张牌其实是几天前一位客人来猫尾酒馆的时候留下的 但是这位客人自己其实没有在玩 是什么样的客人呢 是个脸上没有戴着眼罩 皮肤白得像血,表情严肃 喝酒的时候一句话不说 一直在喝闷酒的心面孔 是我完全不认识的家伙 原来如此 眼罩吗 想着要说些反话 结果一紧张还是说漏嘴了 对不起了,护卫队长 没关系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机会介意了 那迪卢克的角色牌 没关系 只是以我为形象的卡牌罢了 不过没有想到 原来迪卢克先生也对七声召唤有所了解 毕竟是最近相当风靡的游戏 规则的设置也别有一番趣味 最近偶尔也会和来天使的馈赠的客人玩上一局 本来的确有这样的意思 不过 以我为形象的卡牌被他人留在猫尾酒馆里 这件事真是男人寻味 时间不早了 我得找知情人士好好询问一下 你和我之间的决斗 就等之后再说吧 那我就先告辞了 慢走不送啦 我为队长 希望凯亚先生不要出什么事呢 对了 既然已经学会了规则 不如我们来进行一局七声召唤吧 刚学习完规则的新人进行决斗对局吗 听上去就很有趣 不过如果要正式对决的话 就必须有三张角色牌才行 三张角色牌和三十张行动牌 这样才能完成一个牌组的构筑 那就用我的卡牌吧 这几张牌混在了之前送来的牌里 在了解规则前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但现在看来应该是砂糖角色牌 这样你我各自都有凯亚 狄卢克 砂糖三张角色牌了 不如我们试着决斗一下 现在就开始决斗吧 好 感谢观看